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採訪 為大家請了民主黨的政策發言人吳穩菲先生 Stanley 你好 是 大家好 知道香港政府就向立法會 遞交了面日大雨的工程發展計劃 無論和估算和發展的進度 那方面民主黨在這方面都有些質疑 可不可以先交代一下這個工程 好 那不如你展示一下那個PowerPoint 我向讀者介紹一下 好了 大家看到 剛才你說的就說政府推出這個明日大雨 其實你說錯了 老友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今天香港時間 29日 在立法會政府交代這個文件 就叫做中部水域人工島 就已經不敢用最初的名字 叫做東大魚都會這個名字了 各位 你上網查就可以了 東大魚都會 你看到當時吹得很厲害 吹什麼呢? 所以我們第一個質疑呢 這個叫做東大魚都會的消失之謎 為什麼消失了這個東大魚都會? 什麼事呢? 大家應該記得林鄭 她從未做特首已經準備這個東大魚都會 到做了特首就發動這個土地大辯論了嘛 辯論辯論一下的時候大家有不同意見 她又跳出來就說有個叫做東大魚都會 最初就說一千公頃 後來加到一千七百公頃 大家就話言 一千公頃就不太反對她 突然之間大跳到一千七百公頃 當時她說什麼呢? 當時林鄭政府 也是香港政府 除非今天香港政府說 推翻林鄭政府的東西 這樣就清楚了 是不是? 她沒有推翻過 繼續做 她當時就說這個東大魚都會 是未來香港重要的策略性的基建 核心的增長區 大量的土地供應 當時的背景就是香港樓價很高 就是住宅樓價很高 供應不足 另外寫字樓 商業工商樓宇都是供應不足 使得寫字樓的租金很貴 影響到我們經濟發展 這是當時的說法 但是你看看 今天已經不敢 用這個叫做 都大魚都會的名字 所以我就說 這是東大魚都會消失之迷 就是這個意思 這其實反映了什麼呢? 這就反映了政府 政府對於在東大魚這裏 建個都會是沒有信心的 也都反映了香港的重要規劃 在過去這幾年出了什麼嚴重的問題 那怎麼這麼說呢? Lucy你記不記得呢? 在林鄭最後一年施政報告 就是2021年 你現在的東大魚都會 突然之間就宣布 有叫做北部都會拘敬 有叫做北部都會拘敬 有有 北部都會 現在北部都會的發展又是怎麼樣呢? 遲不遲 這個呢? 因為今天立法會 不是說北部都會拘敬 我們略為介紹一下 我們略為介紹一下 簡單說 這個東大魚都會 幾年前的土地大辯論 就是2016、2017、2018 唱得很行的 要做土地大辯論 又要諮詢 那林鄭撲出來 就說了一個叫做 東大魚都會 於是出了兩年 突然間到了2021年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林鄭未落台最後一次突然跑出來 就說要做這個北部都會拘 那麼北部都會拘 就是從 簡單說整個北部的邊界的範圍 那麼 東邊呢 就是去到這個沙頭角 西邊呢 就去到 過了洛馬州 就去到 去這個 它是將這個北部的地域 和一些新的發展區 都放進去的 東北發展區那些等等 那麼 就政府 北部都會拘捕 加上這個叫做 東大魚都會呢 它總共 這個我現在讀回政府的數字 所以不是我做的 大家自己去查到的話 總共是可以容納 兩百二百三十萬至二百六十萬人口的 是的 也有一些人估計 其實有一些香港人 是有雙重固執的 如果他們回到加拿大 回去其他地方 加上可能有一百萬人 這個數字都可能都不是 不是一個 直到這麼說 不是一個很高的估計 政府最初就不肯承認這個移民潮的 直到今年年中 統計處交代的人口普查 就已經說 香港 勞動力就走了十幾萬了 十四萬 最少超過十四萬 但是大家都明白 走的 你看報紙 看新聞都知道了 一家幾口走的 就是帶著小孩子 我們一個家庭平均人口 就二點多 就不夠三個人 就是通常夫婦 有些有子女 有些有老人家 所以一個人走就是二點多個人走 一個打工 一兩個打工 所以呢 現在其實走了幾十萬人 這個政府最後都承認了 財政司最後都說有幾十萬人走了 那麼 這個大問題出現了 喂 走那麼多人 其實呢 原本政府是曾經人口的估計 就是原本的估計 就是香港的人口未到頂峰的 應該是到2025年之後 就是幾年之後 才陸續到頂峰的 但是現在呢 就擔憂就是 那個人口的頂峰 就是提早出現了 那些地方 就會持續下降 那這個就大問題了 那我剛才說到這個了 就是說 政府說 北部都會區 加上東大嶼都會 可以容納 蓋這麼多土地 容納二百三十萬至二百六十萬的人口 那些人從哪裡來呢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在規劃師學會 那些專業論壇裡面呢 都提出這個質疑 那些官員是答不到這個問題的 那裡有這麼多人 來住香港這麼多新的屋子 新的土地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曾經有些官員呢 就粗略地說 他說呢 本地又重建啦 就有些人口搬遷啦 又有些新市鎮發展啦 現在這個 北部有些什麼東北發展區啊 這樣 洪水橋發展區啊 那加起來 那但是呢 就是政府的官員的說法都說得很窄窄 那所以究竟哪裡來這麼多人口 人家 買了這個 住滿這個 東大嶼都會 現在北部都會區呢 那這個真的要等政府去交代 如果因為這樣呢 是我們質疑他 就是那些工程呢 是不是要這樣去做呢 不如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觀眾都看到這個圖 不如介紹一下好嗎 好的 是啊 那這個圖呢 大家看到呢 就是 在這個 我看一下一張 就是在大嶼山以東 就是呢 迪士尼 大家看到北上面呢 就是迪士尼 那南面呢 就是郊爾州 那這裏有三塊 那現在原本政府是填一塊大的土地的 那是一千公頃 說過是一千七百公頃 那現在呢 政府呢 就提出這三塊地呢 就是三個填海區呢 ABC三區呢 就是三百多、三百多和二百多 就是總共是一千公頃 那一千公頃 是什麼概念呢 那一千公頃的概念呢 就用這個圖 大家看到了 就是在填海那裡一塊呢 就大致上你看到 那一塊呢 就是整個 是一個界限界以南的九龍 或者呢 就是香港島的平地 就是香港島的平地呢 就是香港島的平地呢 就大致上從這個 東到西 一大塊 那就是這個 所以很大的地方來的 很大的地方 那 就是他ABC三角島呢 大家看到中間有個紅紅色的嘛 那紅紅色的那裡呢 就是他的 將來的 叫做CBD 就是 市中心區 中央的市中心區 那是縮小了的 就是和原本政府的所謂的東大嶼都會 已經不是問題了 他就是裡面有一塊 就叫做CBD 商業中心區 那其他呢 就是有大約兩成 二十幾%呢 就是做住宅區 那就是有七成公營的 就是公屋居屋 三成就是私樓 總共呢 提供呢 就29萬至21萬個單位 就 人口其實是縮了水的 就是政府今天說的那個呢 就是最高是55萬人 因為最初他的說法呢 就是看回他2018年 19年那些說法呢 就說可以是最多70萬人的 那現在政府說法呢 就縮了水 就最多是50萬至55萬人 這麼說 那呢 就 然後這三個島呢 那為什麼他就從最初說填一個大島 現在變成填三個小島呢 那他有幾個考慮的 那一個呢 就是說 考慮到水流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那第二個 其實這裡 就 有叫做交以洲 就是中間那個島呢 那 那這裡有什麼問題呢 那原來呢 那這裡的東邊 就是近香港島那邊呢 就是海藏很深的 就是十幾米的水深 然後呢 西邊那邊呢 就是淺一點的 就只有5米至8米 9米的水深 那所以填海呢 就是大家 倒下 其實這次就倒錢到海 那倒些沙子到海呢 其實填多很多 那所以他東面就不填那麼多 那 就是有幾個成本 還有 那個將來那個 他的規劃的考慮這麼說 那但是這個 這個報告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什麼呢 原本你一個大餅呢 那海岸線是比較少的 現在變成三個小餅呢 那就多了很多海岸線了 那多了很多海岸線又怎麼樣呢 那當然呢 你說行海邊就舒服一點 那但是呢 你將來海水受到潮池的影響 我們也很擔心這個全球暖化 引致水面上升等等的問題呢 那 可以 就是需要遇到的問題 可能也會多些的 那當然這些規劃的東西 就是那個圖呢 就沒有一個單一的好壞 那大家看看這個圖呢 它其實有幾種主要的交通的 就包括從香港島有隧道 去到剛剛東邊這個島 是有隧道 然後呢 隧道當然是三個島通了 就是上面的高速公路 當然是三個島通了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有高速公路 就是經過大嶼山 就上到西部 就是西部屯門元朗一帶的 也都是有地鐵 或者高速鐵路呢 就是從洪水橋 一直駁去 洪水橋下面多個站 或者在這個十幾米那裡一個站 接著又去到陰澳一個站 接著就去到那三個島 那理論上最少三個站 唯一更多一站 那這些細部規劃它還沒有做的 就是現在概念而已 接著就會再過到中環 就是過到香港島 對不起 它是中環 應該過到香港島 再連接入香港島的地鐵 那這個這麼大的工程呢 就很明顯就遇到嚴重的超資問題 還有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憂慮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Lucy 你知不知道政府的工程那個 以往的工程呢 有沒有這個超資這些問題呢 大不大嚴重呢 超資大白象的工程 那過去經常都發生啦 經常都有啦 這個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所以吳先生也幫我們看一看 這次的政府是這個 你說的這個 中環水會發展工程上面 那個提交的數字 提交發展的錢 是不是都有些不同的變化呢 好像跟之前之後幾次都要出入的 哦 好 粗略這樣說先 就 今天其實政府的文件 上立法會有兩份文件的 一份就是介紹這個工程 那他就說呢 他最初這個工程 2018年就是5千億 現在就加到5千八百億了 5千加到5千八百億 就是加了十幾%啦 但是呢 在今天呢 他還有一份背景文件 因為通常呢 政府文件上立法會呢 就是立法會秘書處呢 就會將一些以前的 就是相關的文件 議員說過些什麼 以前政府說過些什麼 就擺放文件那裡的 也叫做背景文件 那麼背景文件那裡呢 就說明呢 就是2018年就說呢 是六千二百四十億的 政府的估算 那個明日大餘圓景 六千多億 那接著 那你就會問我了 那我呢 就 可以說定先 就一定超支 而且不是超小小 是大超支 那我這個呢 因為現在我們說話都很小心 說錯一件就被人抓了 哈哈 那我就所以給這個表 這個表呢 就來自於立法會秘書處 在2018、19年呢 來到呢 是研究過香港政府 過去那些工程的 那個超支問題的 那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而已 以往的工程超支 很嚴重的話呢 來今的工程超支都是很嚴重 是不是 那倒轉來說 香港工程以往不超支的 沒有大白象的 那我就沒有理由說它將來會超支 好了 現在這個圖大家看到的 是什麼呢 左邊就是大型基建項目 有廣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鐵 中環灣仔繞道 連堂口岸中環填海計劃 那麼原本核信的工程預算呢 就從三十幾億 就到六百幾億的最貴的 港深港高鐵 那接著大家看隔離 就那個叫修訂的核准工程預算 就是立法會政府不夠錢超支 那些大辦就出來了 那要加錢 那就去立法會拿這個修訂的核准工程預算了 就是加錢 那加多少%呢 那中間隔離那一行就看到了 港珠澳大橋就超支25.7% 廣深港高鐵就29% 中環灣仔繞道28% 連堂香園圍口岸就53% 最厲害就是中環填海 就是61.8% 即是62% 那所以呢 如果你用剛才這五個重要的工程來說呢 最少都是超支25% 最多超支六成 那所以呢 他現在無論他用過 就是政府文件 以前的文件是6200億的 那我當他今天文件了 由什麼5000億加到5800億了 加25%呢 已經7000多億了 50%就不得了了 就9000億工程了 1萬億工程了 60% 就是如果好像中環填海超支60%的話呢 那就去到這個 就是 變成了1萬億工程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從我們角度 我當然是不知道它超支多少了 不過呢 我平均了上面 政府重要工程超支的嚴重情況 就是很簡單地說 就是 超過7000億是絕不出奇的 7000-8000億是絕不出奇的 那就算今天在立法會呢 發展局局長呢 都不敢說說他不超支的 也都不敢保證呢 是不是真的5800億員工的 他也是說呢 就 有不同的融資方案 就 政府就會再向立法局交代 這麼說 那 我就不是財經專家 我是規劃師 所以我就不會說 政府今天財政儲備呢 會不會給他一隻大白象 洗光 倒掉青樂海 不過呢 基於這些客觀的數字呢 就 市民應該監督政府 市民應該監督立法會議員 不過當然了 他神授市民監督大家都明白 那他應該監督政府 就是呢 不要做到這些大白象嚴重的超支 美大不調的情況 那如果超支 過去都比起平常的呢 那如果這一次超支 你覺得對香港 就不要說財政儲備 就是你剛剛說的 可能也都不會有這麼多人去住 那會就成什麼狀況呢 沒有人去住 又有一些建築啊 造價這麼高的東西 建好了在那裡 喏 如果大家留心呢 就香港政府 在過去這幾個星期呢 就搞了一個記者會 就叫什麼 搶人財啊 搶投資 嗯 就是搶外資 那搶人財搶外資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說 它要大力吸引外面的人來香港 啊 大力的吸引外面資金來香港 那 你說十幾 就是公佈有十四五萬的勞動力 走了香港的嘛 就是一家三口 就變成了幾十萬 人走了 那它就說呢 政府說法 就說它希望一年就找到三五萬人來 所以就 三年五萬 就十五萬 五年三萬都是十五萬 那 先說一下吧 那 是不是政府找到這麼多人來呢 而且你其實政府 你應該留著那些香港人 留著香港的年輕人 叫它不要走 你自己做好一點香港 這樣做啊 還是你吸引 或者你找一些大陸人 找什麼人來香港呢 那這個政府要自己反省 那民主黨現在做這些 你們的意見 是不是意見 有沒有一些渠道 就是遞給香港政府啊 其實我們呢 就出了一個新聞稿 那麼呢 香港政府這麼多人盯著我們呢 它一定收到的了 一定知道的了 但是受不受我們監督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那我們向社會大眾交代了我們 其實政府是應該向市民大眾交代的 嗯 那你的建議 現在政府在這個工程上面 是有繼續去馬呢 還是覺得有遲回呢 是 這樣說 其實政府那些工程儲備基金呢 都是一萬幾千億的而已 那它當然它有不同的有外匯儲備 是有不同的調拔 但是呢 你有得調拔也好啊 就這個工程你拿出來 我用政府今天的說法 就五千八百億 再加我 考慮到它過往這麼多的工程 最少超值百分之二十五 那就七千多億 那麼這些問題是政府自己要 要計清計錯的吧 那麼我們的意見呢 其實它是應該 暫時是暫緩這些工程 然後呢 看看那個移民潮的情況有沒有改善 特別今天香港呢 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的風險的 大家都應該記得一下這個知名的地產界名人 我施永清先生呢 是一個中國最著名的財經媒體 都說的 就是那裡引述他的 就說香港呢 是面臨結構性的樓市的轉變 就是這次跌市就不是一個 就是每年兩年波動升下跌下的樓市的轉變 而是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為什麼呢 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嚴重的經濟問題 人財 那些人嚴重的就是走了 買樓走了就不回來了 這些嚴重的問題 所以呢 由於面臨這些這麼嚴重的問題 政府是應該 是 因為它上個星期出來 開記者會說搶人財搶投資嘛 他們就看一年 看兩年 搶到多少人財 搶到多少投資 你真的很多人財搶到 很多投資搶到 香港的年輕人 每個都不移民走 那你就繼續做你的工程 是不是 你就可以做了 如果不是呢 政府應該縮減這些工程的規模 真的不要變成一個美大不調的局面 你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Stanley 補充就沒有了 補充就沒有了 那麼就 我們作為民間呢 就表現我們的聲音 那麼就 希望廣大市民呢 就監督政府 那麼立法會議員也要監督政府 那麼就 不要呢 就還有一些大白象的工程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的意見 好了 謝謝你Stanley 拜拜 拜拜 一群人 我們說 一群人 口罩 幹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力